记者欧素美台中报道 老婆说要玩就玩 谁怕谁 我们是一个疯子 一个傻子 林波 静宝怡夫妇还到行善 将挑战120天120战 今日第25天抵达丰园秘密基地教导三十余位学童做养生馒头 林波提起太太静宝怡的梦想 顽皮中带住腾熙 两人副畅副髓开住20年的老夜车环台 小货车不仅是交通工具 更是卧室 厨房及浴室 就是要告诉学童生活简单快乐就好 林波 静宝怡夫妇在台南市经营肉粽店 四年前 静宝怡因是做馒头时 双手不慎绞尽面粉机而受伤 她在疗伤时到处旅行 干物生命无常 生活愈简单愈幸福 发愿环岛行善 交弱事学童做养生馒头等传播正能量 林波陪助太太圆梦 开住20年的老夜小货车全台爬爬走 第一年环岛15天20站 第二年39天44站 第三年88天90站 今年则挑战120天120站 今日第25站抵达台中市丰园区秘密基地 台中市社区文化协进会 教导三十余位学童养生馒头 学童边玩边学 十分开心 静宝怡并带助小朋友参观他的小货车 夫妻俩环台期间就睡在车上 利用蒸馒头的热水洗澡 这辆老夜车不仅是交通工具 更是卧室 浴室兼厨房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静宝怡说 环台住民宿或旅馆 一夜最少要一千元 可买两袋面粉做一千颗馒头 他希望将钱省下来 为更多弱势学童带来欢乐 更基此告诉学童人不一定要什么名牌 生活简单快乐就好 静宝怡说 意外让他体验到生命无常 及知足感恩 及由环台做公益 自己学习更多 每次看到这些天使们开心 我就超开心 因为自己的生命 还有一点点的价值跟意义 你下旁边的身体 我跟他相机 我相机 你下旁边的身体 你下旁边的身体